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个兵种在海南岛东部海域进行了一场立体登陆作战演练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 中国海军于22号起将在该海域进行为期10天的军事演练 登陆艇搭载着登陆兵和装甲车快速出击 与此同时 副架直升机搭载陆战队员成功滑翔至敌方阵地 摧毁重要的火力点 并引导火力对敌方实施打击 最终成功登陆 本次登陆作战的演练目的 在于检验海军登陆部队的远程输送 隐蔽突击火力协同等 据了解 在演练中对阵方方实现了干扰弹 登陆兵单兵防空导弹与舰炮配合 以进程防御火力进行导弹拦截 以及登陆艇迅速登陆突击 与直升机投送陆战部队相互配合的拖动战术 据了解 野牛级气垫登陆艇在演练中属于首次亮相 近年来 我国海军相继入列的071型船屋登陆舰 以及野牛级气垫登陆艇 已经成为立体登陆作战中的重要围阶变样 野牛级登陆艇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船 满载550吨 能运载三辆总共不超过150吨的主战坦克 或者是10辆轻型步兵战车 以及140名陆战队员 立体登陆是指在登陆作战中 综合使用平面登陆、垂直登陆、超越登陆方式 对敌摊头进行快速飞机 开辟登陆场的新型登陆作战方式 区别于传统的抢摊登陆 立体登陆是主要依靠大型两机作战舰艇和直升机 气垫登陆艇等装备 协同配合实现的新型登陆作战方式 其优势在于出其不易的快速性 大大缩短了登陆部队在敌方摊头 暗防火力下的滞留时间 登陆点不仅限于摊头 大大拓展了适宜登陆地域 成为目前登陆作战的一大趋势 19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维福克 搭乘P-8A海神反田巡逻机 参与美军在南海上空的侦查 对此外媒分析认为 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军演 是为了应对美军的例行挑衅 好的 那么今天就我军进行两期作战演习的问题 马上来连线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宋先生 那么我们注意到今天的这个演习的画面当中 是出现了这个野牛这个气垫登陆艇 那么我也注意到前两天 您也在您的微博上面是关注了这一型号的这个登陆艇 您怎么看这种野牛给我们国家的两栖作战能力 带来的一个提升作用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知道野牛实际上是前苏联研制的 一款两栖作战的舰艇 它实际上是一种气垫船 但是野牛它的吨位非常大 一般的气垫船它只有几十吨 一两百吨 但是野牛已经达到了五百五十多吨 所以它的重量是非常的大 所以说它所能承载的物资包括载荷能力都非常的强 而且野牛实际上卖给中国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野牛 它是乌克兰的版本 并非是俄罗斯的版本 那么从乌克兰的版本来看的话 对野牛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 比如它的油耗更小 它的续航能力更强 所以它的两栖夺岛这种运输能力非常的强 再加之 两栖作战的舰艇 实际上气垫船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跑得非常快 你像野牛它能够跑到六十节以上 六十节的概念相当于每小时能够跑一百一十公里以上 这是其他的海上行驶的舰艇所不能够达到的 一般海上的舰艇大概是二十节三十节就算是快的了 所以中国的军队引进了欧洲野牛 对于中国的两栖夺岛演练能力 可以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那么现在有观点是认为 其实在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国的两栖作战能力得到了长足的提升 但是我也看到也有人是认为 现在我们国家的两栖作战其实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您的观点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的两栖夺岛作战能力确实存在一定的短板 因为从两栖作战能力本身来看的话 你像美国它实际上会打造一个两栖作战的所谓战斗群 那么这个战斗群会以两栖攻击舰 作为它的主力装备 那么两栖攻击舰上面既可以承载固定翼的飞机 也能够承载大量的运输型的直升机 大量的攻击型的直升机 通过这种搭配的方式 能够让两栖攻击舰除了在海面投送两栖攻击的舰艇 装甲车等等这些海面的力量之外的话 还可以通过空中 比如固定翼的战机来提供制空权 还可以通过直升机来提供垂直登陆的这种能力 这样的话可以通过立体化的登陆 来确保两栖夺岛演练的过程更加的顺畅 而且由于制空权的保障 能够让两栖夺岛的演练更加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两栖攻击舰 所以在整个两栖作战的能力上确实有一定的欠缺 方先生那么您刚才是谈到的提到了这个岛屿争端 那么也让我想到这前段时间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是坐着P8海神巡逻机到我们的南海海域来溜达了一圈 那么由外媒就认为了我们国家这一次在南海方向的两栖登陆演习 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回应 您怎么分析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搭乘P8A到南海转了一圈 逛了一圈 这实际上是它的一个临时之举 它并非是之前安排好的 但是我们的夺岛演练 我们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的军事演练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的安排 应该早就已经安排了今天的一个海上的演练的科目 所以这两个并没有一个关联性 当然从我们自身的演练本身来看的话 我们确实是有针对性 尤其是在东海 在南海 我们必须具备夺岛的能力 包括两栖作战的能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的演练是非常的有针对性 并不是说因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员逛了一圈 我们就针对他搞了这么一个军演 我们的军演应该看得更长远 就是从长远的角度 我们要打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具备强大的两栖夺岛演练的能力 包括作战的能力 这也为我们未来在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来做一个坚实的铺垫 好的 非常感谢宋忠斌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 21号 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 除了像往年一样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地区的活动 不遗余力的抹黑中国军力 渲染中国威胁论之外 今年的防卫白皮书还特别提及了中国东海天然气田的开发 有意思的是中日曾经在东海天然气田的问题上达成过一致 但今年的防卫白皮书竟然无理的要求中国停止作业 一起来关注 新版白皮书首次单独设置海洋问题动向章节 将海洋安全问题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恐怖主力等相提并论 而这一章节的内容主要以中国为说事对象 白皮书在这一章节中首次提及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 白皮书称 中国在七个岩礁上强行快速且大规模的填海造路 在部分岛礁上推进包括跑道和港口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此表示了担忧 此外这份白皮书还首次收录了中国在南海填海造路的卫星图像 关于钓鱼岛 白皮书认为 在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 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的行为已经常态化 日本相信中方已经有明确的公务船活动计划 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进出海洋的做法 白皮书批评称 中国持续进行高压性应对 表现出试图不妥协地实现自己单方面主张的姿态 白皮书还称 中国船只和飞机在东海以及南海的活动 为可能招致不次试探的危险行为 并称妨碍公海航行以及飞行自由的状况更加发生 此外新版白皮书还增加了中国在东海中间线中方一侧 修建游锦平台的内容 称日本已经反复提出抗议 并要求中国停止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防卫白皮书仅仅是指出 中方在东海开采天然气和开展建设探查的事实 因为对气田表述偏少 废货的批准 最终在白皮书中增加了中国在东海中日中间线中方一侧 新展开海洋平台建设作业 和在反复抗议的同时要求停止作业的表述之后 白皮书才最终过关 总体看 今年日本黄卫白皮书篇幅有所精简 是十年来业数最少的一份 但是白皮书中涉华部分不减反增 且基本以攻击抹黑中国军事政策 煽动中国威胁论为主 有分析认为 鼓吹中国威胁论可谓是一箭双雕 一方面为安倍政府违反宪法的安保法案提供正当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又能在南海等亚太安全事务上 那么有分析人认为 这可能是日本方面即将调整对华国防政策的某一种改变的信号 您的观点呢 应该说这次白皮书 日本对东海问题的态度基本照旧 没有特别大的颠覆性的变化 因为东海的特别是我们中方一侧的 在海域开发油田 这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挺重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实际上对日本来说 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博弈 他们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整个的东海的问题的 这个根本的问题是日本先放弃了 当年我们中日双方就东海开发问题 618共识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承诺 比如说我们当时以各自争议作为一个前提 而且不影响各自的主权上的这种要求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进行共同的 或者合作的这个开发 但是因为日方呢 在三年前在构岛前的时候 他率先不承认有争议 这样就等于618共识 就基本上呢就被推翻了 所以中方才开始 在中方一侧毫无主权争议的海域进行开发 所以在这个地点 在这一方面呢 日本是理亏的 今天日本防卫白皮书是单独设置了一个 叫做这个海洋问题动向的章节 那么重点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正常的海洋活动 您分析这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它目的有多重 那么首先一个目的当然是为它国内服务 因为它首先这个防卫白皮书是给国内群众看的 那么国内就是他现在帮助安倍晋三要通过他的安保法 安保法案遭受了众多人的这个反对 而且他的民意支持率在强行通过安保法案以后 有明显的下降 那么为了挽救这个退市 另外重新取得民意的支持 他要宣扬中国的中国威胁论 拿中国的威胁论来吓唬日本的民众 以为他的今后还有其他的修宪这些一些法律修改行动铺路 那么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企图 当然另外在他一直在几届的这次的防卫白皮书里 都在宣扬中国威胁论 那是在大力的配合 在国际上配合美国的亚太在兵衡战略 美国的亚太在兵衡战略 平衡谁就是平衡中国 当然还有一个是说给他准备争取的一些亚太国家听的 像菲律宾像越南马来西亚 甚至包括印尼这样的国家 希望把他们拉到日本这一边 在日本政府批准201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之后 中方立即作出回应 国际舆论也纷纷开始批评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论 以及鼓吹安保法案的必要性 并认为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 才是对国际社会真正的威胁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日前就日本发表的2015年版防卫白皮书仪式表示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 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 恶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国防部21号表示 日方一方面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专守防卫政策 另一方面谋求通过新的安保法案 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 解禁集体自卫权 日方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其对外政策的两面性 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将在日方公布其防卫白皮书全文之后 进一步进行评估 视情况做出必要反应 有分析认为 目前安倍政府已经解禁集体自卫权 而且正在与菲律宾讨论 自卫队使用菲律宾基地事宜 白皮书中大谈南海 背后的目的其实是在为日本 更深地介入南海铺路 另外此次防卫白皮书出台 正值安倍在众议院强推新安保法通过之际 面对民众的质疑和反对 用中国等周边国家的规斜 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可以减小执政党面临的压力 甚至挽救安倍不断下滑的支持率 此外 国际社会对日本2015年版防卫白皮书 渲染中国威胁也表示了不满 日本共同社分析说 白皮书突出中国威胁 强调日本安保环境面临的严峻局面 意在论证安保法案对日本的必要性 白皮书对安保法案的简单复述 无法有效消除国民的疑问 对集体自卫权合乎宪法的解释 也依然没有说服力 泰国亚洲日报表示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南海洋说是 除了悍然要求中国停止在东海的活动之外 根本不是当事国的日本也竟然在关注起了南海事务 日本下一步或将提出参与美国在南海的巡逻 在南海借船出海实现海外派兵 其危险性值得周边国家密切关注 韩国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宣称拥有独岛的主权 这是日本否认其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行为 好 那么短片看完继续来连线尹卓先生和庚新先生 首先还是请教尹卓先生 尹先生您是怎么看中国外交部方面 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的这种回应的 我想外交部声明是非常直率的 非常坦率的 当然还留有的一定的余地 那么我说非常坦率的 就是日本这种有意渲染 恶意渲染 它实际是一种恶意渲染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它有带着政治目的的 外交部提出警告 就希望日本能够收手 能够照顾中日关系的大局 希望日本方面能够珍惜这个问题 我们说它的恶意宣传 那是毫无疑问的 你比如说在南海的造岛问题上 对越南菲律宾已经持续了 越南持续了十年左右的 菲律宾持续了五六年的这样的一个扩岛建设的 建机场 建码头 设置军事设施 布置导弹的这些行为 视而不见 从来不至于此 而在中国刚刚开始一些行动 它就开始大肆宣扬 这种态度 我们把它规律于恶意的这种渲染 那么这种恶意渲染 当然是在我们外交部批评之列了 庚信先生 那么在2015的新版的白皮书当中 对中国的表述有些什么样不同呢 里面有一个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因为这次日本就现在公布的这些重点来看 它对中国的整体的一个评估 不单纯是负面的 说他们用警戒 日本用警戒的这么一个概念 来形容现在对中国的这种 特别是军事上的关系 但同时他又讲到了 要警戒和与中国对话并举 要采取这样一个两面性的这么一个方针 这个就要看它以后公布全文之后 我们要注意它的重点是怎么把握的 整体的这个白皮书的方向是指向哪里 要把中日关系要引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表达它一个整体的一个政治态度 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比较微妙复杂 既有这个比较险恶严峻的 带有对抗性的在东海南海 包括历史认知等等 一系列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上 有这样的这一面 有负面的这一面 但同时毕竟咱们注意到国内郑太郎 作为安倍代表到北京访问 那么同时又有九三阅兵 九月份是不是安倍有可能访问中国 另外他还就70年安倍谈话的问题 也向中方进行沟通 这些都是带有的一些缓和性的一些机遇 所以中日关系比较微妙复杂的时候 我们现在留有余地 在他没有公布全文之前 留有余地我认为是正确的 尹先生 那么应该说现在舆论普遍是认为 这个日本公布这个防卫白皮书以后 特别是在新的安保法案通过以后 那么其实日本国内的这种右翼 或者说它的一些偏极端的这种势力的抬头 才是现在国际社会方面一个真正的威胁 可以说日本的用心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安倍为什么还是要一意孤行呢 我们曾经多次讲过 安倍他的执政是带着政治理念来执政的 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外祖父安心介 安心介在他执政期间就曾经提出了 修改日本的宪法问题 特别是加强日本的自卫性的国防力量的建设 安倍也曾经自己发表讲话 就在第一个任期内没有能够修宪 作为一个重大的遗憾留下来 那么在第二个任期 他是要决心要修宪 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理念 他所以必须要把他贯彻到底 那么不管国内如何反应 他的民意如何下降 不管国际上如果批评 包括他的盟国 美国如何警告他 在这条路上 他不会停止 我想现在就可以下这个结论 他强行通过安倍法案 同时在解禁机制 一系列的修宪问题上 他还有大动作在后面 对他其他的改进 其他包括他比如说下一次 发表70周年 就是战后70周年的谈话 我们不要抱个什么幻想 就是他用了一些所谓的词汇 那么他以中国为敌 而且把日本推上一个军事大国的道路 争取走上一个政治大国安令会 长日里头这条路的雄心 谁也阻挡不了 我们再来听听更新先生的观点 国际社会当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大家很多国家都对日本的这些做法表示了批评 但是比如说现在国际社会最主要的一个大国就是美国 美国可能就不一定完全这样认为 他既对日本有警惕 可能他更想要遏制中国 所以现在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 他希望在遏制中国的时候 他希望让日本来帮他的忙 所以日本现在的这种比较一意孤行的这些做法 恰好就是在按照美国的需要 投美国之所好来推动这样一些动作 一方面安倍在国内力排众议 强推新安保法案 紧接着日本在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 拼命的鼓吹中国威胁论 这一切似乎正在将中日关系引向恶化的边缘 但另外一方面 东京频繁的派出众臣访问中国和韩国 又似乎满怀诚意的在寻求与邻国恢复良好的关系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中日关系如今究竟是会走向滑坡还是回暖呢 因国务委员杨洁篪的邀请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古内郑太郎 于7月16号到18号访华 日本NHK电视台15号具体报道废物内容时说 古内与杨洁篪的会谈 就日本政府为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 做准备进行的说明 日本共同社则进一步指出 这是在为安倍进三访华的可能性进行磋商 有消息称目前安倍考虑于9月3号在北京举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前后访华 古内向来被看作是安倍外交智能 去年北京APAC峰会前他就曾经到访中国 当时与杨洁篪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四点共识 外界普遍认为正是在这四点共识的基础上 中日间的沟通交流迎来了春天 而这一次古内再次来华被认为是中日双方向着关系回暖的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为安倍牵线的不止是古内 据法国广播公司报道 日本前首相胡田康夫7月14号到访北京 此后共同设批诺 胡田康夫与中方领导人会晤的内容 可能同样设计安倍访华事宜 日本经济新闻15号发表评论认为 中日关系自去年秋天经过了两个领导人会晤正在趋一比善 日方高级别人是近期访华也很多 除了频繁派出重臣访问中国 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 安倍晋三也在寻求恢复与韩国的良好关系 继日韩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之后 这位日本首相一直在加班加点地 努力恢复和韩国的动画 在他的推动下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氏 于今年6月高调访问日本 此前在2013年12月 因为安倍参败晋国神社 促使韩国方面取消了尹炳氏的访问计划 安倍和韩国总统小警会 有可能在今年9月举行双边会谈 目前随着8月15号 日本二战投降70周年纪念日的逐渐联系 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观察人士 仍然担心安倍即将发表的新声明 可能会背离1995春山谈话 在春山谈话中 日本曾对在亚洲的侵略历史 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作出的道歉 而目前据日媒发布的消息称 安倍智囊报告 你将承认侵略 但不需要手下道歉 安倍如何在即将发表的声明中表态 也将成为中日关系变化的情语表 好 那么回到演播室继续来联系 尹卓先生和庚辛先生 先还是来请教尹卓先生 那么我们说这个事实上 在新安保法案通过之前 那么中日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应该是得到了一种缓和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无疑使得中日关系又蒙受了 又遭受了一次重创 那么接下来亚洲各国都要来庆祝 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您分析下一步安倍会怎么办 安倍对中国历来是两手 现在更偏重于一些修宪 在安全位置上指责中国 但是他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 顾及到中日关系 为什么他两手 因为安倍他的背后执政党是自民党 自民党跟京团联是有密切联系 京团联就是他的最大的金主 就是他的竞选经费 他的政治活动经费 主要是由京团联这些大厂家给他提供的 而这些厂家 是有很多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在华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有日本现在在华的经济利益 应该超过他在亚太所有国家部署的经济利益 那么这个经济利益是安倍不能忽略的 所以他两方面都要顾忌 就是熊掌和鱼都要兼得 一方面在政治上贯彻他的理念 一步步放松的加紧推行他的修宪 他的自卫队改光军 他的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加快的走向世界步伐 跟美国协调关系 在安全上治愈着中国 遏制中国 同时在经济上又跟中国要维持正常的关系 保持他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我想这两样他都不愿意少 庚先生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尹卓先生谈到的那样 日本其实它首先还是一个注重经济的国家 那么因此很多人也是认为 在前段时间 古内郑太郎和福田康夫对华访问以后 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中日关系回暖的一种信号 并且认为从长远来看 那么中日关系应该还是乐观的 您的观点呢 应该说呢 这个充分体现了日本 包括日本政府 安倍本人现在在政策上 在各方面的一个两面性 他是非常的一个分裂的性格 同时又是一个矛盾的困境 一方面呢 他需要和中国缓和关系 他无论是经济上的需要 还是他因为现在安倍经济学 在日本国内经济上的 并不明显 好转并不明显 所以压力其实很大 另外一方面 他对美国的外交 也有两面性的问题 他又要脱美 但是他又不得不去搭美国车 拥抱美国 他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是这样 他希望走政治 军事大国道路 但是在国内又遇到了非常大的民意的访谈 和整个国情的这种环境的制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既要和中国来 来博弈啊 来竞争 但同时呢 他也希望能够使中日关系稍微有所缓和 这样对于日本今后的这个走向一个 他认为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他认为是有利的 林先生 那么现在是又有新安保法 又有这个新的这个防卫白皮书 好 那么我们说安倍的任期进入了第二个 那么接下来他的这个任期里面 还会不会把恢复同中国的关系 作为一个比较重大的议题 我想恢复跟中国的关系 在安倍的日程里头 政治日程里头 不会作为主要方面 在经济里头可应注重跟中国的协调 但在政治领域里不会 我们在政治领域里 我们反复看到 日本是个不讲信义的国家 我们绝对不能把安倍的一些 暂时的一些承诺 或者是魔能两可的一些表态 我们向积极方面去解读 而且安倍现在在挑战 我们的是在我们的核心力上 一个南海 一个是东海调业问题 都是我们的核心力 所以我们要估计到 日本在军事和安全上 在下一步 绝对不会把跟中国改善关系放到第一位 而只会说 在军事和安全上遏制中国 在经济上 跟中国保持正常的联系 维持它在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 我想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限 庚先生 那么如果我们说有朝一日 中日关系能够得到这个改善 或者说回暖的话 那么如何来衡量这里面的指标是什么 中日关系的回暖呢 我认为主要大概有这么几个指标吧 第一个就是 日本一定要放弃 目前的这种敌对中国的这种政治态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呢 也有历史认识的问题 历史认识就是说 因为中日之间有过那一段历史 所以日本一定要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认罪的态度 才能够真正能够缓解中日之间的一些 在历史感情上 国民感情上的这些纠纷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事业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